前紐約市長與億萬富翁媒體大亨彭博可能即將加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問鼎白宮 彭博預計稍後將向有關當局提交在阿拉巴馬州民主黨初選當中進行的民宿工作 該州的選拔資格截止日期較其他州份的時間為早 消息說彭博還未作最後決定 但工作人員說彭博越來越擔心目前的民主黨競爭者在明年11月能否可以擊敗美國總統特朗普 彭博本來一名共和黨人後來轉為獨立人士 他在2016年曾經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 彭博從2002年到2013年擔任紐約市市長 並且熟悉同樣是紐約市居民的特朗普 彭博將特朗普視為危險的煽動者並且指特朗普誇大了他的商業成就 彭博領導一個大型的金融服務集團 資產包括電視和廣播網絡以及專注於財務建議的雜誌